我们今天要来讲的就是说这个 最近比较火的一个所谓的美隔贡 美隔贡所谓成立的这个消息 这个消息是有问题的 是错误的 它是有问题的 是错误的 它只是首先 我们要说的是美隔贡 我们都不能说它是 它这三个字都错 你知道吗 首先它的主体 这个东西背后的那个主体并不在美国 主体在英国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它不革命 它这个革命是 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革命 反而其实它挺温讯保守的 第三点是 它所谓的共产主义 并不是真正意义上共产主义 然后还有一个第四点是 第四点是它甚至它不是个党 很明确它不是一个党 它并不是一个党 这个美隔贡不是一个党成立的 它不是一个党 那么美隔贡它到底是什么 明确点它是英国的一个主体部分 主体部分在英国的 一个 托派 组织 它现在还是个组织的美国分支 美国分支 而且这个美国分支 目前来讲 它是个什么 它是一个外围分支 它是个外围分支 这个外围分支是 公共产国际联盟 Workers International 这个 League WIL联盟 这个联盟是 是这个托派组织的美国分支的外围组织 这个目前只是把这个这个联盟给它改名 只是更名为 更名为什么 更名为 其实正确翻译一个叫美国的革命 革命共产主义者 就或者叫 The revolutionary Communists of America of America 它不是成立的一个一个一个美格共的这么一个党 不是成立这么一个组织 它只是说把这个 它的分支机构的外围组织 更更名着 就是说美国的一群革命共产主义者 但是 首先我们就澄清了 它不是成立一个党 它只是要更名 那么 说要成立一个党的是谁呢 是这个英国的托派组织 这个英国托派组织 它是要成立一个党的 它是想成立一个党 甚至它想恢复的是第四国际建筑 它想成立一个国际 它想成立一个国际 它在英国想把自己更名 就叫英国的革命共产主义党 然后在国际上 是要把叫做 共产革命共产主义的国际 要把它叫做革命共产主义的国际 它是想要恢复第四国际建制 实际上是 然后我们已经说 最简单的就是说明白了 这个所谓的美国共 它不是一个党 那么第二点这个比还也说明了 它的主体是在英国 它的主要活动 主体活动在英国 在美国的话 它只是最近是有点绅士 稍微有点绅士 那么他们是预计在今年的五月份 要在英国把它这个托派组织 它本来这个托派组织都是打入 打入别人的工党 打入工党 或者打入一些社民党 或者社民社民工党 打入这些 偏左翼的资产业政党 它打入到里面去 然后像讲这个戒朝圣诞 戒朝圣诞一样的 戒机圣诞一样的 打入进去 它是在英国 它的主体部分 它觉得就在今年的五月份 它准备叫更名了 更名叫英国的一个 RC Revolutionary Communities 英国的一个格共党 那么在国际上的 它是准备在今年的六月份 它要成立这么一个格共党国际 所以说我们第一点和第四点说明白了 那么我们第二点要着重这个视频要讲的就是说 所谓的格共 托派的所谓的格共 托派的所谓的格共 它既不格也不共 它实际上既不格也不共 它不格体现在哪里呢 然后我要说的 还有一点 它也不国籍 它并不国籍 它既不格也不共 也不国籍也不党 这四个对于托派来描述它 其实都是错的 你知道吗 它既不格也不共 也不国籍 也不党 这个党是列宁意义上的党 列宁市的党 他们托派是没办法组建成列宁市的党的 既不格也不共 那么首先我们说清楚的就是说 不能把它叫做美格共 是因为它窃取了另外一个 就是受我们 受我国 受我国一些就是运动中的挫折 运动当中的一些挫折 挫折或者说一些走了一些歪路 说我们运动挫折歪路影响它成立的那个美格共 那个是它现在是原教旨了 是一种我们的原教旨 MLM原教旨的一个美格共 它是我们一般学术上说的就是美格共 就是指的这一个原教旨的这个美格共 那么托派窃取的这个所谓的revolutionary 它的格的意义并不是原教旨意义上那个格的意义 它这个格并不是说武装暴力的意义上的 它这个格是指的是什么 它这个格指的是 它这个格其实就是很不格 它的格其实反而很不格 反而是很温和 它的格反而是很温和 就是说这个格可以理解成它拒绝建制化 拒绝建制化 也就是说他们自诩自己永远是打天下的 而永远不是做天下的 稍等啊 他们托派所谓的格就是拒绝自己 就是或者自居自己永远是革命性的 没有官僚没有官僚僵化 就是未官僚僵化 他们有一种就是说 托洛茨基的教导 他们基本上是基本上是不听的了 托洛茨基建构红军 托洛茨基在布尔什维克当中 这个建构的那个 他真正实践的方式 这些托派啊 基本上是没有继承 不干事的 不干事的 就是说他他们这个托派的所谓的革命性 这些托派 他已经是背叛了托洛茨基本人了 可以说他们所谓的革命性 就是说所谓的纯洁性 纯洁性以及一个抽离的激进性 抽离的激进性 那么这种抽离的激进性 所谓的这种悬空的纯洁性 从哪里来呢 就是从他们不参与具体的 尤其是啊 尤其是他们不参与具体的军事斗争 建制化的军事斗争 卷制化的军事斗争 和这个和这个军政体系 他们不建构的 或者说一是他们没有能力建构 二他们这个理论上 由于片面强调一种抽离的激进性 和一种悬空的纯洁性 他们就不建构 因为一旦建构这种军政体系的话 就是在他们看来是官僚制 科层制 在他们看来就是专制将死 就是斯大林斯大林是那就是专制将死 所以他们所谓的革命就是说 你永远不能 你不能用一个非常强硬的 强硬的一个军政体系啊 命令体系 军政命令体系来要求他脱派的成员 你给他下命令 你必须去到哪里去参加一个什么东西 组织一个什么东西 你不去就枪逼你 不行他们脱派是不可能的 搞定的 因为他没有办法进行一个强硬的严密的 一个军政体系 命令体系的一个建构 因为他因为这些脱派曲解了 歪曲了这个托洛茨基 其实布尔什维克领袖了 所有的布尔什维克领袖 歪去了 协称一下歪曲脱先知的这个原意啊 他变成就是比如说抗战争时期 解放战争时期 这脱派基本上就they do nothing 在我国的那些脱派什么都不做的 叫他们参军让他们去死 你知道吗 这开玩笑就是说 他们内部没有一种强硬的强制的命令 律令体系 说你不去参军 你不执行这个命令 我就抢命 不行的 做不到的 也就是说 所以在这个上讲 我们反而就说了 他这个所谓的美格构 这个所谓美格构 他显然不是个列宁式的党 他不是个列宁式的党 他的党的命令 党的纪律 就不是强硬执行的 没有那种秘密 秘密人生 人生的那种铁印的那种 那种那种连结关系的 他不强的 不硬的 他不是列宁式的 没用的 至少这个 这个IM 国际马克思区是IMT 实际上就是这个美格构 背后的那个IMT 他们完全做不到的 完全做不到的 就是说他们的主理成员 就是一些小知识分子 主理成员是小知识分子 你让他们去服从一个自己搭构一个强硬的军阵命令体系 叫他们命 他们做不到的 他们不做的 他们 反而这让他们去打入什么社民党 打入什么工党内部 他们可以的 就长袖善武 让他们玩玩这种 让他们玩玩这种NGO游戏 实际上让他们玩玩NGO游戏 他们是是能做的 让他们打游击 让他们怎么样 他们根本不做 做不了的 这些小知识分子做不到的 他没有强硬的律令体系的 内部内部没有绝对绝对命令的 他不能够建构其一个 他的他的这个所谓中央委员会下的决议什么 他们不 他们就 他们就永远会在吵架 他们以这个民主集中制的 这个所谓的民主 平面强调民主不强调集中 然后 你懂吗 他的执行委员会下达了命令之后 他可以 底下人继续跟吵架的 因为他他里面可以有合法的反对派 你知道吗 拖先至当时要在这个斯大林那边搞左翼反对派 他自己搞了拖派之后 拖派自己变常驻的就所有人都是潜在反对派 就会有合法的潜在反对派 那你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达了执行命令之后 你妈动不动搞一个潜在的一个潜在的一个反对派的 所以在这个项目讲 由于他潜在的这么一个随时可以不服从执行命令 委员会命令的不服从他中央权会命令的一个反对派的存在 他能执行个屁啊 他的权会命令他的执行委员会命令 他的都都没有用的你知道吗 因为他妈的拖派要自己出他出来的时候 他自居我是一个这个内部的反对派 那你好那你出来之后你自己内部又会有反对派 你任何命令要达成的时候下面一群人就跳起来 我不去干只要这个事情是有有风险可能死的 要枪毙的要去让你去执行严格的军事斗争的 纪律的那就没有 所以他这种政党形式不符合这个 这个这种政党形式就不能够革命党就不能够以这种政党形式存在 做不了的干不了事的 所以他的首先他的这个格是一个假格 他的这个格就是说反斯大林主义 他认为 他认为斯大林主义就是官僚体制化码将死的啊 他的反格其次他不共了 他已经不共了在这个上讲他这个美格共啊或者他背后的IMT宣称他所谓一种打入方式 他认为打入 打入不是假如吗 说出来你真的颠覆了这些政党吗 你颠覆了那个工党了吗 你颠覆了那个吗 没有呀 你和那些工党你和那些什么社民党有什么实质差别 他所以他这个所谓的打入策略啊 实际上就是说他打入的进去他又没有掌握自己的力量或者说他又没有比工党做的更多 他现在这帮人就是说在美国他打入了一个美国的一个劳劳工的政党 也就是偏左翼的一个一个 然后呢 只不过说原来那帮人是支持这个民主党 支持民主党支持美国民主党 他自己他不支持民主党 那说难听点这些人就是一群不支持民主党的那个劳劳劳劳劳劳的资产业政党的一些成员 他并不是革命党啊 所以他并不革也不共他这个共并不能体现他是个共产主义 因为他他提出来的 他提出来的这个 然后第二点我就说脱派的为什么他不共啊 我们普遍来讲啊脱派的为什么不共啊 就是说这个是一个首先我们国内当年的这个脱派 他们也是一样的 他只要说实实现了这个资产级革命之后 他们的脱派为什么不共啊 因为他们实现资产级就主要是民主革命之后 就可以等了 就是等 反正就是说这是脱派最大的背叛托洛茨的地方 就脱派背叛托洛茨 就是他的无限革命论 或者说不断革命论啊 confident吧 背叛这个脱先知的 脱派背叛脱先知的不断革命论或无限革命论的显著特点是什么 现在脱派干的是什么 就是要搞自然界民主 要搞自然界民主革命 要搞自然界民主革命 当这个自然界民主革命搞定了之后 怎么样就等 他说等历史时期成熟 你这个老实说 我说难听点 我国当年那些脱派 他说甚至会讲出那什么 蒋介石上台了之后 搞定了之后 那就是自然界民主革命论成功的 然后后面的无限革命就等就行了 等就行了 然后呢 这个是当年的那些脱派 他就等 然后又说对于这个无限革命啊 他们是不去搞无限革命的 为什么 因为他觉得历史时期未成熟的时候 你去搞无限革命搞出来的就是一个新的一个专制 新的一个封建 所以他们会认为就是说 于其我在历史时期未成熟的时候 去搞这么一个封建的 最后变成专制的无限革命 这个专政 我不如就停在自然界革命这里 那你说供个毛啊 供什么供啊 这个不仅背叛脱先制不断革命论 他也背叛列宁啊 列宁哪里说要空的历史时期成熟 脱先制本人也不是说我们就是 就是自然界革命就像俄国二月革命 赢了之后我就不去搞十月革命 脱先制不就是说他的历史最大的攻击 不是和列宁一起促成了 和整个布尔什维克一起促成十月革命吗 他不是说历史时期未成熟 然后促成了无限革命去建立他的专政吗 所以说我说脱派背叛了脱先制 背叛你们这祖宗头头 只不如说脱先制认为我俄国成功了 十月革命成功了之后 我还要再去点燃其他的自然界国家 我德国要 我法国要 我英国要 最后美国也要 要不断的革命 不断的再去促成国际的大大的革命潮流 那我不可能就说我美国 美国早就实现自然界民主革命了 那不可能说那停在这边等美国什么程度 不我反而为脱先制脱先制本人还是要提前 反而是要提前连锁点燃连锁点燃点燃这个无产界革命的 他不是要连锁点燃自然界革命 他是要连锁点燃 哪怕历史时期未成熟 我要让你成熟 我要强行让你成熟 我要通过这个苏联对外输出军事输出革命家团体输出这些意识形态的方式 我强行提前让你成熟你不成熟我也让你成熟 所以脱先制他是无限不断革命的人 而且他这个无限不断革命 这个革命指的是无产界革命 反而在脱派那边他变成反而这些脱派 现在我们看到这些脱派啊 反而他们变成无限资产界革命了 他反正反动了你知道吗 这脱派他反动就反动在他变成无限资产界革命了 无限资格 我国已经实现了社会主革命了 他们还要说要再次搞一个资产界革命 重新恢复自然阶级民主 所以我说他们不共你知道吗 他并不是共 所以这些脱派啊 这些脱派反动在那边 他们并不共并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 他们并不是要促成无产界专政 明白吗 那个 然后他们的途径都不是军事斗争的方式 都是现在目前都是议会斗争 一方面就是议会斗争 那么议会斗争就是加入加入其实加入社民党了 加入社民党啊 加入社民社民化的一些自然阶级政党 然后呢 然后就是推推推新的候选人啊 推新新的新的候选 候选人啊 如果你社民党推民主党 你支持民主党那我们就不支持民主党 我们就妈的反正议会里面夺权争权 二还有一个呢就是搞公联啊 说穿了 还有这个就是和公联主义抢抢抢饭吃 搞公联 那么搞公联的话 他又就讲究一种非常苛刻的工人民主 他又讲究一种非常苛刻的工人民主 这苛刻的工人民主就是容许他的反对派 然后 然后他 你懂吗 他就只讲民主 只讲民主 不讲集中 不讲集中 那么对于这些工人民主他又不搞军事斗争 他又不搞军事斗争 你像他自己内部他自己的所谓隔空内部 他都他都集中不起来到能够军政化 能够军事政治化 没办法军政化 更不要说根据地话 尤其邮局对话了 根本做不到的 黑帮话他都做不到 他跟他的厦门这些工人的工团 工联里面 武装纠察队什么这些东西 这麻烦 从头都没有 这个IMT 他从头都没有 他都搞什么 搞学校什么 搞个什么 学校搞问卷调查 搞问卷 然后搞一个什么知识性的学校 知识学校 一个所谓的国际 国际共产主义大学 国际公文大学 搞学校 搞问卷 就是什么搞NGO说穿了 你明白吗 搞那个去搞个NGO 非常搞笑 我这么实实所讲 所以他 他走了两条路 就是说他根本不共 一个就是他搞议会 二个搞工联 还有一个说穿了 他对外输出就搞 对外输出就搞NGO 对外输出就搞NGO 他所谓的 就是说他根本不共 然后第三点 我们就说他根本不是国际 最后一点 就是他将来还要成立所谓的 就今年6月份 还要成立他所谓的国际 他要成立所谓的国际 什么一个国共国际 那我说他不是国际 因为他自己连一个国都掌握不了 他不是国际 或者或者说他这个国际主义 他有个特点 各自为战 一个各自为战的国际 叫国际吗 你记得个毛呀 他各自为战 他们他们的这个 这拖派的口号就是说 就地 就地反抗 各自为战 就各自为战 就地反抗 然后对于他这个国际的命令 他也不执行 他这个最大就是不执行 执行个毛啊 不执行 他不执行的 所以他就算是个国际 他是个极为松散的国际 极为松散 极松散的国际 当年托斯基还指导 我国国内的国际 我国国内托派去参加什么 你们要去参加游戏队 你们要加入谁 你们化整位 加入哪边 以后武装斗争 有人去吗 没有 他哥 当时在香港的这个火锅拖派 八六八字的全都把知识分子 一天到晚 真名夺利啊 你懂吗 打嘴炮 打嘴仗 他们不参加的 不执行的 就算有国际局 他们不执行决议的 不执行 实质决议啊 实质决议不执行的 实质性的决议 就真的要你去下场干事 干事的实质性决议 他们其实是不执行的 因为他们就是各自为政的 各自为政 为政啊 各自为阵地 然后他们的提出口啊 是就是在每个地方 现在自己先推翻自己的 这个这个反抗自己的 这个这个压迫者啊 压迫者啊 自然间当局或者什么啊 但他事实上这样做的时候 他实际上就会成为一种分离主义啊 或者叫脱离主义 实际上他也会成为一个脱离主义 啊 他们试图获得这些小小的片区的一个政治主导权 然后脱离这个片区的母体啊 脱离这个片区的小的 所以他们会 客观上表现出一种分离主义 客观上与分离主义合流 他会客观上与资产阶级的小赞阶级的分离主义运动 合流啊 或者说极端自由派的分离主义运动 合流 就是要闹分裂 但是实际上他是就是要脱离 他是要脱离了之后说 最后全脱离了 大家再合并起来 变成一个什么什么啊 共产主义联邦啊 共产主义联盟啊 这种东西 但是由于他们一武武装 就是他们没有办法说实现成功的脱离 也没办法实现成功的合并 所以他们只会在身世上助长分离运动 所以他这个国际 他这个国际就会变成国际分离主义运动 到哪都要搞分离 就这么个掉东西 就是他们就是会变成一个盲目的 一个盲目的 也就是说他这种松散的阵营性会变成盲目的 其实是无阵营 并没有统一的目标 甚至没有统一的敌人 他没有统一的敌人 无统一敌人 他会他会变成一种无限斗争 他就为什么无统一敌人呢 我这样跟你说 他们会是一种 他是就是相当于只做 呃党内反对派的 或者说只做就相当于他们是只继承了脱先知的最被动的那一个 只做左翼反动派反对派啊 左翼反对派 然后不做革命输出者 不做革命输出者的托洛茨基 啊 他们这些人 他这个 他的国际主义就是是变成一种 就是说 让你的就地 让你就地做左翼反对派 就地成为左翼反对派 他所谓的输出 就是这个所谓的托洛茨 这个托派国际啊 这或者说他叫隔共国际 这么一个所谓的隔共国际 他他输出的革命就是不革命 他就输出不革命 你知道吗 他输出就是输出不革命 怎么理解呢 他输出的所谓的革命就是让你就地成立左翼反对派 哪怕在资产阶级的政党当中 借机升旦 或者说你在一个 呃 共产主义的这个国家里面 你反而充当左翼反对派 你就地成为左翼反对派 然后你不 不要革命了 你就你就在你那边扮演左翼反对派就好了 懂吗 他在资产阶级国家就地做左翼反对派 或者做反对派 他也没有武装暴力 他因为他本身那个执行委员会和他的 他他的没有权力机构啊 没有实质性的强力强力机构 强力建制强力机制 懂吧 然后他如果是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或者共产主义国家 那就是做一个左翼反对派 也不输出革命 所以他们输出的就输出不革命 对吧 这个所谓的托派国际 他在逻辑上就出问题了 明白吗 你如果实质性的要输出革命 你怎么输出啊 你那时候用军队去输出 你得用你的特工体系去输出啊 你得用你的什么 牛级队直战员或者说这种东西来输出啊 对不对 我们过来当然输出革命怎么输出的 通常自己要向德国输出革命怎么输出的 他应该是调师政委 对不对 调那些这个中中层军官培训了 然后直接把德国的那些武装公团子里面的头头叫过来训练了 然后下面发强发子弹什么这种东西 你这托派你在干什么 你格共说自己要成立格共国际国个毛 就去号召各地的这种托派就地成为一个左翼反对派 然后实际上也没有输出所谓的革命 所以他这个国际也不成立 逻辑也不成立 所以我们也跟你讲清楚了 他既不革 甚至也不是美国的 他这个基地是在英国的 也不革 他也不是共产主义 也不是正儿八经的共产主义 他也不是一个党 他也根本 他也根本他搞出来的国际也不是国际 他也不是国际 但是我还是要奉劝一些小朋友 奉劝一些小孩 就是说这个IMT 他也对我国进行渗透的 他也对华渗透的 他也是对华渗透的 渗透的 而且我们说的他今年六月还要搞大新闻 他的五月六月还要搞大新闻 我们到时候就监控好了 今年五六月 五六月份 五月份六月份 分别要在英国成立他的党 还有在还要成立他的一个国际 这都会有新闻 我们看国内有哪些媒体不长眼的 要传播这些新闻的 那是要给他做声势的 那这些媒体本身是有问题的 我们就看今年 今年五六月份 哪些媒体会去宣传 宣传这个什么 英国又成立了这个什么 然后这个又去宣传有个什么革命共产 共产主义的国际的成立 宣传这个东西媒体不长眼 或者说你就是有问题 这个IMT国际共产主义趋势 就是这个脱派 他对华渗透 他是也是很松散的 也是非常松散的 是怎么一个 他就直接直接收编一个小组的 收编小组织 小型的组织 然后去训练这些小组织 成为就地成为反对派 就地成为反对派 那么这帮B其实做不了什么事 其实就是已经被劝散了 他已经这个所谓的反对派 已经被劝没了 已经被劝散了 他甚至都不是 都就你就 这是IMT是脱派里面 最他妈没种的 最没种的 他比什么一些 我国的本土草根脱派还没种 他妈最没种的 一劝就没 一劝就没 收编小组织 直接把这个小组收编 变成他支部了 当然这是非法的 这是非法的 但是最后全是小孩 小孩一妈一劝 给你劝 劝散掉了 劝退了 股都败了 败败了 然后这个过程当中 他们还和我国的一些原教旨 原教旨还闹矛盾呢 和我国的一些原教旨小将 还闹矛盾呢 这什么屌毛味 他挺错的 反正我说 这个东西呢 谁崇拜这个东西 谁这个对于这种东西 心经验 谁傻逼啊 脑子有问题啊 心经验 那你就既不懂得什么叫革命 也不懂什么叫共产主义 也不懂得什么叫党 也不懂得什么叫国际 你可能美国英国人分不清 对不对 这个东西是挺可笑的 我跟你讲 因为哎 哎不坦了 不坦了 我那我那没话说了啊 没话说了 但是说我们这个话放在这边 我们话放在这边啊 你 而且这个东西 他说说就是分离主义 你知道吗 分离主义 他昨天昨天在这个分离主义 他这个他这个表观上 表面上和分离主义 是不可区分的 他就是就地反对 我简单的讲 他所谓的国际主义 反而是一种最狭隘的 首先 这个就是说 他的国际主义 反而反而变成最狭隘的局局局主义了 他的国际主义就一点不国际 他的国际主义 就国际主义沦为一种局主义 他根本不国际 他就是所有念的 就你妈就就就地反对 这个反对最后反对 出什么名头来 没有任何名头 他妈的纯粹就政治反对 屁又没有念经 你懂吗 纯粹 而且这个反对根本不是实质反对 就是纯粹的政治反对 就像当年托洛茨基在布尔什维克内部反对斯大林一样 他的左翼反对派反来反去反来反去反来反去 最嘴巴上反 都妈流亡了被枪毙了 或者怎么样的 卵又没有 第二个是 他的这个他所谓的革命反而是沦为一种保守反动 保守或者说他或者我们或者我们甚至说他先锋队 他的先锋队啊先锋队反而反而沦为这个保守的应生虫 他的先锋队根本不是先锋队 是他们很讲所谓的这个是什么公团 就是这个他的那个外围成员 他们太讲外围 外围集中 外围向内集中的这些民主意见了 所谓的民主意见啊 他们就是说这帮托派一直是停留在外外围分子啊 外围工人啊或者一些小知识分子啊 学生啊 不停的集中到他的呃 党部内部的一些民主意见 然后他内部的中央委员就天天把吵吵吵这 拿这些民主意见不停的在吵架啊 不停在吵架 吵了就吵了就吵了就 所以他们所谓的等待时机 要等待要等待革命时机 所谓等待时机实质上是什么 是他妈的他们在不在这些无限的吵架当中 在不停的措施时机 不仅是措施革命时机 而且更重要的是措施他们自己去锻炼自己 变得具有行动力执行力的这个时机 他根本不锻炼自己的这个 不锻炼自己的正式成员 就像傻逼 我靠一天到晚 一天到晚在开会吵架 开会吵架 开会吵架 所以他的这个所谓的先锋队 其实沦为硬生虫 沦为他下面这个集中上来的这些 公团或者说是学联 他下面的公团学联 或者就是一些社区社区 市民社区的政治意见汇总 他们的政治意见汇总 然后变成一种民主意见 然后就无限上下 所以他们会最保守 无限保守 变成一种最抽离的一种智力风暴 纯洁性大赛呀那种 最保守 但是说这个也算落到实处的 这个这个 这个只有带 他就是说只有民主 没有阶级的那种 就是说这是一种抽象的民主 你知道吗 只有民主 然后而且当然是也无资产阶级的 只有民主无资产阶级性 他是刻不正在 但是没有无产阶级 也没有无产阶级性的 因为他没有认识到 在资产阶级统治之下的 无产阶级本身 不断集中上来的民主意见 是没有办法指导 他无产阶级的自我阶级解放的 列宁主义就是道明的这一点 列宁主义道明的这一点 就是说在资产阶级统治常态下 在资产阶级统治下的 无产阶级本身 他自己只能倒向公联主义 他的小知识分子 只能倒向什么学联主义 他的一般的市民只能倒向一个社群 社群主义 他必须要有掌握了科学先进的 这个人类革命理论的 这个知识分子革命知识分子 他组成铁一般的列宁式政党 才能够赋予无产阶级 他的阶级使命 这就是说托洛茨基的这种方式的 先锋队轮回的保守的硬生虫 托派啊 我不是说托洛茨基本人 托洛茨基本人 他是个失败的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当他从苏共当中被排挤出来之后 他就是个失败的托洛茨基 当然他后面很多的在对第四国际 对于外面的指导意见本身并不错 很多人指导意见 包括他在共产国际里面的很多指导意见 本身并不是错的 但他的这个权力结构 他搭建成了国际对外去渗透去主导去架设铺设的这一系列权力建制 通通是历史的残词品 失败了 没用 Useless 没用了 他就 那新鸿队就轮回保守的硬生虫了 我们就看到国际历史上的脱败一次又一次 一次又一次措施 他的历史时机 他声称他在等待历史时机 无数次措施 他们在享受这种措施做悲剧英雄 他们都是在我们最后讲的 他们是在Cosplay一个从未胜利过的 胜利过的拖先知 这些拖派他都是在Cosplay一个从未胜利的拖先知 拖先知本人是胜利 然后又失败了 他胜利了之后呢 他后来是失败了 他曾经享受过的生意 实现过的生意 他后来失败了 并不意味着这个失败就取消了他的胜利 并没有回族性取消 但是这些拖派呢 他们就说学拖先知的胜利学不来 因为那个时候拖先知是个列宁主义者 甚至拖先知就如果他赢了的话 他就是他就是拖了自己版的斯大林属于者 就不能党类都成失败了 流亡了 那么他们Cosplay胜利的 就是他扮演不了胜利的拖子 他们只能永远扮演失败的拖子 然后他们越失败 他们拖派里面就很有意思 他把那个比越越拖越失败 越不能越不行 他可能好像领袖的位置越稳 只要不犯错就没有人 因为他越失败越索 就是越不做事情 越保守越消极 他就越好像能够 他就代表里面的更民主的 更开明的 然后更怎么样的 更深远更长远的 对吧 好吧 那就讲到这边 那就讲到这边 我们就是说 这是一个对托派的一个总体评价 总体的评价 即使对所谓的美格贡 这么一个最近新闻里面的美格贡 也是对于托派的一个总体评价 好吧 那就讲到这边 就讲到这 好吧